大家你去想 说我想吃的这个水汽大的也好 新鲜的蔬菜水果 你说这些食物里面 它含什么营养素最丰富 维生素C 对吧 维生素C含量丰富的食物 显得更新鲜 这个时候当我上火了我就 想要去吃维生素C这种抗氧化剂 其实我告诉大家 它就说明了你机体在上火的时候 呈现的是一种过度氧化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的机体就有一种本能 要去补充抗氧化剂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视了 往往大家记得说 吃蛋白质多了以后 我要多给你补充一些维生素 帮助你的这种能量的这种代谢 能量的这种转换 但是你不要忘了 针对吃蛋白质多了以后 容易上火的人 你还要多给它增加一些维生素C 你只要注意到这个环节 其实它就可以大大降低它上火的这种发生率 降低它这种机体呈现过度氧化状态的这种发生率 我吃蛋白质多了以后 会不会长胖 我想问大家你们都是怎么样去回复这种问题 不会 那么我怎么跟他说让他确认 是说肯定不会呢 我要告诉大家一句话 记住 在人的生理生化反应当中 没有把蛋白质转化为脂肪的途径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说吃蛋白质多了以后会长胖 不会的 人的物种就没有这个功能 能理解吧 但是有人说 说我吃蛋白质多了 那我吃鸡腿多了 那鸡腿里的蛋白质很丰富 那我吃多了不就长胖了吗 大家知道 那里面还有很多的脂肪 人体内让人发胖的东西 就是两种 一碳水化合物 二脂肪 你吃了过多的脂肪 直接在你体内储存 这就是长胖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吃了很多的碳水化合物 吃太多了 碳水化合物在人体内 注意 是可以转化为脂肪的 好 我看你 你 想好